1月25号刚走完的Margello Artisanal高定秀 这几天热度不解 大家最为好奇的就是个古董吃娃娃一样的 超级有光度的妆面是如何做到的 例如说美妆大神Pat这次又研发了创新的方法 让这款本就诡诀多变神秘莫测的妆面 又达到了一个阴森暗涌的新高度 有人觉得是一层油 有人觉得是透明唇釉 这些都被大神一一辟谣 直到参与这场走秀的中国超模华一兰当众撕破脸 大家才发现原来是一层膜 然而谜底只揭开了一半 到底是什么材料才能形成封闭性和光泽性这么好的一层膜 我给大家找到了 是来自Freeman的Renewing Cucumber Peel-off Gel Mask 黄瓜新生可思褶面膜 Freeman是一款开架式的平价产品 在亚马逊上一支175毫升 只卖6.99美金 整个妆容的过程也是先正常化妆打底 眉毛的部分应该是采用变妆皇后们常用的方法 用固体胶 把眉毛输平压扁 再用粉底遮瑕完全盖住后 画一条细细的眉毛 最后定妆时 用这款面膜均匀地涂在整个妆面上 干掉之后会形成非常水润 非常有光泽的 像面具一样的膜 所以会有一种 无论多大面积的色彩 无论是蓝色的眼影 还是墨绿色的口红 都非常水润 像是瓷器上右一样的妆效 其实也很像做美甲 最后用透明封层的原理 让颜色 让细节通过这一层透明封层 逐渐展现 装面结合这一季各种破损的 残破的 甚至是肮脏的细节 让模特们打造成古董店里 那个摆在角落的神秘的成人尺寸的人偶 也非常像恐怖落象馆那个落象 秀场选址在巴黎最美的桥 亚里三大三市 地下的一个小酒馆 也非常像穿越电影 带着大家穿越回几百年前的故事情节 然而周围的人是死是活 还不得而知 关于这场秀 我会寄罗密鼓的安排 时长完整的全面的学长解析 但是请给我一点时间 因为除了这个妆面 还有太多非常值得仔细研究的服装细节 记得关注哦 我们马上见